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最近KK便利店流年不利因为袜子风波惹上麻烦 无情团长阿克马在这件事情上不断的开炮 并且号召杯葛行动 被人批评他是在煽动仇恨 今天阿克马飞往沙巴亚币参与斋戒月活动 一下飞机就被警方带往亚币警察总部问话 阿克马对此感到很惊讶 他说他原定在明天就要到吉隆坡金马景区录工 没想到今天早上就被扣留了 他也强调自己始终坚持立场 绝对不会有半步退缩 随后全国总经长拉扎鲁丁也发了文告 证实警方是因为阿克马针对KK便利店 袜子风波的发言而对他展开调查 警方已经接到了两宗针对阿克马的投报 所以目前援引着煽动法令及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对于案件展开调查 他也促起民众不要再继续渲染这项课题了 武警团长阿克马今天早上飞往沙巴亚币 但他一抵达亚币机场就被警方逮捕 随即带往亚币警区总部 针对他在KK瓦子风波当中发表的言论录取口供 阿克马被扣查的画面也在网上流传 他当时还对着镜头微笑并强调 他一点都不害怕 随着瓦子风波在阿克马号召杯葛和大力炒作之下演变成暴力事件 导致古近的KK便利店被扔汽油弹 这点就引起了东马民间组织的不满 沙拉越人民心愿协会与沙巴祖传地捍卫泽组织发表联合文告 建议沙巴和沙拉越政府禁止阿克马入境东马 其余被点名禁止入境东马的人士还包括了 华裔穆斯林讲师郑全行 华裔伊斯兰传教师黄伟雄 伊斯兰传教师赞里和沙基尔 沙拉越人民心愿协会宣传主任彼得佐汉 在接受《八点之日报》访问时表示 让那些言行极端的人入境 只会破坏社会的和谐 你能看到很多外国人在沙拉瓦 尤其是在Kuching 这就是原因为何我们不想 任何困难的人来到沙拉瓦 去创造问题 否则所有这些人都会逃走 没有人会来 彼得佐汉表示 沙拉越政府曾经禁止 许多的西马正式人物入境 就连手下安华的女儿努辱伊莎 也曾经被沙拉越移民局挡下 最终被迫折返 这显示东马拥有充分的移民自主权 要禁止首相入境也没有问题 彼得佐汉强调 马来西亚不是马来亚 它不只是属于某个族群或某个宗教 他提醒那些老是以为国家只属于他们族群的人士 马来西亚是个世俗国家 而沙拉越人民一直在尽力确保这片国土的和谐 针对阿克马今天早上一飞到沙巴机场就被警方带走 这件事呢 首相安华就澄清 阿克马并不是被警方逮捕 而是被传召问话 协助调查而已 同时 安华也强调 政府不会对任何涉及3R课题的人士妥协 不管对方来自哪一个政党 拥有什么地位 而行中党秘书长陆兆福则认为 警方要求阿克马协助调查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 就连行中党元老林吉祥也曾经被盘问 就不代表你作为政府的一份子就不用被警方审问了 至于巫统方面呢 巫统总秘书阿斯拉夫表示 巫统将成立律师团为阿克马提供法律援助 而巫卿团职委则组织了观察律师团 以协助阿克马 并号召各方加入捍卫阿克马的行动 巫统总秘书阿斯拉夫